第二回合 兩分鐘 菁穎 助理 古代王室也流行抓粥 請問哪一位皇帝 在九歲時抓粥 不僅握到了毛筆 還寫上了赤字 A 雍正 B 乾隆 我的答案是 A A 鎖定 我用猜的 你猜雍正 請介紹 恭喜答對 太好了 恭喜也是野史當中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 其實康熙一開始 鼠疫的這個紀位人選 不是雍正 所以其實被很多影視劇翻拍 甚至說什麼九子奪嫡之類的 那事實上雍正他小時候 在這個抓粥的時候 在眾多的東西當中 他首先就抓到了毛筆 而且這個鬼話扶了一番 結果旁邊的大臣一看 看起來驚覺居然很像 這個在寫皇帝詔書裡頭 會寫到的赤字 也代表他天生 就帶有皇帝命 好 主要準備 一樣是一百到一萬 一萬是在 無法提示的位置 請選擇 無法提示 來 請出下一題 B絲瓜 我的答案是B B鎖定 絲瓜可以降低 蕁麻疹的症狀 是吧 又猜了 如果從中醫來講 也會想說是B 那中醫裡面 對絲瓜的研究認為 它是清熱 降火 解毒 然後調整血糖 調整血糖 這麼好用 還有代謝 對 請介紹 我整天在講講 好 要提醒這個所有 如果你有去麻疹的這個朋友們 一定要吃一些比較不容易 會讓你過敏的食物 包含了要減少吃海鮮類 或者是罐頭類 加工食品等等的 不過還要再吃這個 低水洋酸的食物 那低水洋酸的食物呢 就包含了 A菜 青椒 蓮霧 檸檬 高麗菜等等 那什麼是高水洋酸的食物 一定要特別去避免的呢 其實就包含了 龍鬚菜 山蘇 柳丁之類的 加油 各位 李俊宏 來 請 主題 柳城又有一個俗名叫做柳丁 請問這個名詞的由來 是因為什麼呢 A 毒因被誤毒 B 都是南丁耕種 我的答案是A A 數例 對啊 因為可能 我猜啦 可能各地的音樂讀音會不同 所以有柳城 有柳丁 但怎麼變的 就沒辦法去想像 柳丁啊 丁啊 丁啊 有可能 柳丁啊 丁 丁 柳丁就來了 來 接著 恭喜 恭喜 到底為什麼柳城會被誤叫做柳丁呢 因為的 這個字喔 它這個木字邊啊 有些人就不會唸 所以就會把它唸成燈 那扣掉這個木字邊 它就燈嘛 所以在台語當中呢 就會直接講呢 這個是柳丁啦 所以就會把它 誤以為是這個人丁的丁 所以就以而傳而 變到現在了 還是一百到一萬 請加油 一位在不能提示的位置 請選擇 邏輯正確 可惜差一個零 邏輯是正確的 繼續 請出下一題 好低啊 眼皮跳個不停怎麼辦 請問可以透過喝什麼飲品 讓活躍的眼皮 可以稍微安靜下來 A 喝綠茶 B 喝牛奶 我答案是B 主定 牛奶有安神的效果吧 印象是什麼 請揭曉 有時候眼皮跳個不停 走出會讓人心神不寧 但是不要擔心喔 事實上它不是什麼 壞事的預兆 而且是呢 你身體當中可能營養素不足 缺乏了 可能鈣啊 鎂啊 維生素B啊 含量是比較少的 所以可以趕快從 身邊的一些東西來做補充 比如說呢 像是生海魚類 肉類 燕麥 瘦肉 那這些東西呢 都還挺好的 或者是魚油 那這些都是能夠有所幫助 不過呢 在這個時候喔 在飲品的部分呢 就不太適合再喝一些 有刺激性 或含咖啡因的 所以像咖啡啊 綠茶都不適當 反而是像是牛奶 有蛋白質 有鈣 它其實就可以多多補充 冠玲姐 來 一萬在 不能提示的位置 請選擇 有人在玩你們 所以要小心 再一百元 對嗎 不好意思喔 邏輯是正確的 1分03秒加油 好 請出下一題 如果早晨起床 踏出第一步就感到不適 很可能是有足底筋膜炎喔 可以挑選哪一種鞋子 來緩解壓力呢 只有鞋跟有氣墊 B 整個腳底都有氣墊 我的答案是B B是你 整個腳底都有氣墊 整個足底了嘛 那如果只有腳跟 可能沒有辦法去舒緩它的 就是疼痛 所以我是這樣想的 足底筋膜炎是不是都在腳跟 以腳跟的內側舉多 但是它其實很多圓頭 是在小腿肚 圓頭在小腿肚 對 因為小腿肚 如果太緊的話 會把整個足底筋膜連線 拉得太緊 拉上來了 對 所以整個腳底都有鞋墊嗎 都有氣墊 整個鞋底都有氣墊 應該是比較好的 被專業人士認證 我們就不好說什麼了 希望是對的 請介紹 有 有時候當我們的這個鞋子 它的底太薄 而且我們在走路的時候 有習慣用足跟足地的時候 就很容易會造成是 足底筋膜炎的這個狀況出現 那這時候要穿有氣墊的鞋子 但如果整個都是有氣墊的 乍穿上去就非常的舒服 可是其實你就是整個 像是腳踩一個雲朵上面 它是很難找到一個支撐點的 因此會建議大家 最好是從這個腳的中斷以後 這個部分有氣墊 那這樣子 可以幫助我們在走路的時候 找到一個平衡點 也比較不容易 足底筋膜炎 答理全轉 45秒留給死地分 好不好 請 足底 精油不僅能夠放鬆心靈 也有益於健康 請問哪一款精油 有助於舒緩鼻子過敏的症狀 A 迷迭香 B 天竹葵 我的答案是A 所以 我認為迷迭香的話 應該對呼吸道是比較有 比較好的效果 你是塔... 不是 你是塔羅耶 對 但是我以前當過方療師 對 搞了半天那個送粉體給你 難怪你跟看到親人一樣 迷迭香 所以要對於舒緩鼻子過敏 是有幫助的 是吧 那天竹葵呢 天竹葵其實它又叫做 窮人的玫瑰 所以基本上來講 它可能跟美白保濕 比較有關聯 來 請揭曉 漂亮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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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萬在無法提示的位置 請選擇 恭喜一萬元 三千秒兩題喔 請出下一題 人都喜歡浪漫愛情 請為伊斯利學研究 情侶間有一方提分手的時候 多數處於哪一種狀態 A 可以無縫接軌 B 單純覺得不適合了 我的答案是 A 順利 因為其實可能 像有滿多來做一些 塔羅諮詢的人 其實 通常都是屬於 已經有另外一個考慮的對象了 對 所以我認為答案是 無縫接軌 你選可以無縫接軌 請揭曉 我覺得好像太合理 雖然我們都會覺得無縫接軌 這樣的一個感情的行為 非常的自私 而且很傷人 但是在現在的這個社會裡頭 戀愛的狀態裡面 有98%的人在分手之後 都是無縫接軌的 無縫接軌不等於劈腿 只是你很快的再銜接了 下一段的感情 其實多半的人會分手 一定是感情出現了問題 但是沒有遇到另外一個 新的對象出現之前 你還是會想要僵持在那邊 還想要再給彼此一個機會 再試試看 那既然已經有個 新的對象出現了 那你可能才會想要去 把上一段感情給處理掉 所以因此 真的走那種 自然而然分手的人 居然只有2%耶 來 就你 一萬在不能提示的位置 請選擇 十四秒最後一題 Steven請把握 加油 請主題 我的答案是 A 剛剛好啊 你把時間掌握得真不錯耶 畫出的線變得更粗 代表什麼 因為我認為可能應該是 有一個比較明顯的跡象 可以去寫出我們判斷 有這樣的一個症候群 對 多明顯啊 為什麼選擇好不選粗 我認為紅色的話可能 這個判斷上應該會更特別 請計較 好題目 好 好 要告訴大家呢 其實這個東西叫做 塞爾坎白線 那大家現在不妨就可以 在電視機前做這樣的一個測驗 你可以拿你的指甲 或是拿一個原子筆的這個筆蓋 在你的肚子上面 畫一條大概20公分的線 那通常正常的線 在畫完之後呢 都會變成紅色的一條 但是呢 如果你畫完之後 放了兩分鐘 它還是白的 而且呢 它還有變粗的那個徵兆 代表你就有腎上腺 腎上腺疲勞症候群 什麼叫做腎上腺疲勞症候群呢 就是一般來講啊 你很難入睡 但是呢 你入睡了之後 你又常常再醒來以後 覺得累 而且也很難醒來 通常代表你這個人 身體裡頭太疲憊了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要多補充一些食物 比如說多吃豆類 還有菇類 以及橄欖油 還有青貝魚 它可以增加 你體內的皮脂唇 都可以這個降低 這個腎上腺疲勞症候群 對我們身體的危害喔 兩回合結束了 他們加起來不到三萬 太棒了 我覺得好刺激啊 今天 要換 李宗幾例 你也換 幾例 來 余祝欣跟冠玲姐 往這邊坐 答題拳轉移 余祝欣直接走馬上任就要接任 好 換你呢 一分鐘就四題囉 最多 全明星空略模範聲 招募中加入會員 讓你有鍛鍊籌碼的機會 在社會走跳 總要有兩個抑制題目放口袋裡面 聚會聊天破冰 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明星空略 趕快來訂閱喔